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报告 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其实对中共政策持有不同看法 并不总是支持中共政府 研究发现平均而言较富裕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人 更可能支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亲市场和非民族主义的观点 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言论自由和声誉自主 专家认为这为外界揭示了万马其音的舆论场之下真实的民意 这个人群他们并不掌握主流的话语权 也很难真正的对当局及其支持者那些极左的政策去施加影响 我们看到像黄万胜是吧 无论他对这个疫情防控还是中美的高科技竞争等等 他都有比较客观的这种观察和认知 但是他的报告交给刘鹤之后仍然是一个史上大海的结果 研究报告认为新发现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支持自由主义的沉默大多数应该是美国联合的对象 唐靖远认为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 考虑的重要基点应当是中共不等于中国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 锐利综合报道